你好, 突發揭露阿威, 大家好 這段影片播出是3月25日 今天下午你們已經看到中美爭霸了 為什麼晚上再出突發揭露呢? 因為有一些國際事件和香港的事件 我兩樣都想說 而那樣國際事件都出現得比較突然 也不懂得分析的 就是 德銀突然跌了13% 代表3月24日 德銀開始流血不止 即是瑞信之後到德銀了 我的語言是講中了 在財經揭露 很明顯這個世界是很不平安的 但是另外我們也真的需要跟進香港一些事件 譬如說 有很多人還是繼續在罵阿布泰 有一首歌 有個網友去改歌詞 改得很好 我覺得真的值得在我自己的台上 罵一次李子敬 即是你去那裡抽水那個無恥 可能李子敬不明白這麼高深的政治 他自己無恥都不知道 就是沒有的 除了李子敬之外 其實呢 香港的兵球會呢 就是因為港協記的奧委會 就是猛烈地去批評他 在3月24日那天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值得說的 好 還有三歲分流我想補充 好 我們先入政提議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時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首先說三歲分流 三歲分流我上次的說法 我覺得都是我還沒想清楚 所以我覺得是不好的 我認為呢 現在可能adam做完節目之後 我認為三條隧道呢 應該是一樣價錢 我的建議呢 就是三條隧道都25元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呢 就不要再分 這個的 都是不分西稅要60元 東稅和紅稅要便宜一點 可能夜晚時候便宜一點 20元 然後慢慢加 加到40元 之後 中間時候30元 這樣可類 就是我覺得這樣也是不好的了 就是我會認為 我不會覺得 在一個的繁忙時段 要收貴一點 是錯的 我覺得繁忙時段 是會產生了濟失 如果你說加了加 令到少一些車 是沒問題的 就是我不反對這個概念 可能adam不喜歡是他的事 我認為繁忙時段 加價這件事沒問題的 但是 最基本就是 基數要便宜 即是說 第一階段 全部25元 紅稅的人 用開的 穩食車也好 什麼都好 由20元加到5元 我覺得 都應該要接受的了 是把東稅看齊 因為 紅稅 不應該這麼便宜 和東稅應該拉回運 既然大家都25元 西稅也是25元 我覺得這個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 去到第二階段 那 可能基本凌晨是20元 什麼都好 要把這個 西稅的價錢拉低 和紅稅和東稅一樣 我認為 即是說 我們之前show過這個表 即是 他是很煩的 他說 私家車 是 7點半之前 就20元 之後慢慢加價 加到最高是40元 會兩分鐘加一次價 兩元兩元地加 加到最繁忙的時段 7點48分至10點15分 就40元 之後 中間 10點23分至到下午4點半 都是收30元 之後 又升價 升到最高40元 又跌回 這個 大家會覺得很煩 總之告訴你 下班時間 你最好不要開車 你要開車上班 要製造塞車的話 全部要貴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為什麼西稅要和紅稅和東稅不同價錢呢 就是 同一個方法 應該 都是實施在西稅那裡 因為西稅 現在對政府來說 是一個新的資產 收回來 沒有 沒有一些負債 為什麼要收貴一點 我想不到一個理由的了 既然是要分流 那麼 你現在 紅稅和東稅 都是會比較便宜的話 西稅就沒有那麼多人去用 最後就是 分不到樓 就是這個Adam的論點 我覺得對 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關於三稅分流 我會提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觀察 我們的立法會 這89個立法會 建制立法會議員 他們怎麼投票 會不會被政府收買 或者通過這麽荒謬的 劣平如潮的 一個方案 如果你說第二階段 這個表 三條隧道都用的話 我accept 如果你說西稅和這個表不同 標期立議的話 我覺得不accept 而第一階段 我覺得應該全部25元 政府賺少一點 沒問題 我就這樣認為 因為 你收得便宜 很多穩食車 不只是私家車 還有很多穩食車 營商成本便會便宜了 你說要繁忙時段加價 讓穩食車也困難了 那穩食車 他們一定有方法避免 去穩食 所以我覺得隧道 不應該西稅那麼貴 這裏就說了這麼多 我補充了 另外 關於香港的事情 我先說一下 比如說 這個港協 其實我也覺得值得攻擊的 就是林世雄 他運輸物流局 我發覺他其實 是整死運輸物流局局長 你這麼重要的三稅分流方法 他都會搞到這麼一團糟 這個人其實 不適合做運輸物流局 我會這樣認為 另外 香港的兵球會 出到霍振庭 現在是港協 紀奧委會 出到霍振庭罵他 其實這個很明顯 是代表港協紀奧委會 他是要將這件事升級 當然 你說 他的兒子 霍啟江說都可以 他說的話 我承認 但是霍啟江沒有這樣的江湖地位 是否 我們看著 霍振庭 做立法會議員 我記得是九七回歸之前 也見他做的 之後也做 就是說霍振庭是 一個香港體育界的icon來的 要找他出山鬧 是代表香港兵球會 的回應 回應港府 或者回憶港協及奧委會 是荒謬的 當然 我基本上 我是不認同 港隊要繼續存在的 我覺得港隊應該 全部的運動員應該 加入國家隊 一個基本立場 但是 我也只可以說一句 現在香港的體育界 不肯放棄自己的獨立地位的話 我也無謂說一些太遠的事情 但是我始終都會認為 就是 兵協 基本上 就是 在整個 波斯尼亞這件事件裡面 是不負責任的 就是你整個會 可能只有一個領隊 還要做秘書 什麼都去做 他忙中有錯 雖然他說 去無辜 我不認為去無辜 但是可以說兵球會的管理是混亂 接著 港協及奧委會 基本上就是 民政府納完錢之後 就亂派 接著這些兵球會 以一個這麼低的budget去運作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 暗裏他們支持黑暴呢 故意不做足情緒呢 他現在說 我很忙我做不足情緒 那個教練 是不是事實真的是這樣 還是他們根本是一堆黃絲呢 我不知道 那些運動員就是 可能都是黃絲的 不過 喂 現在他真的播錯了國歌了 那如果我不立刻做這個T字手勢 到我 背鍋的嘛 那他就立刻做T字手勢了 不代表這幫人的政治立場 他只是跟著程序做而已 現在香港體育界呢 就很多人搞港獨的 最出名的就是五家朗 是不是 你霍振庭當然是 有份塑造這個體育界 以黃絲主導的 結構是你有份塑造出來的 可能你對政治都是 你是公子哥兒啦 對政治理解不多啦 所以 你求鬼奇啦 但是我也不追究你這麼多 不過你這次肯出來 罵香港兵球會呢 都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我希望香港政府對 這一宗波斯尼亞的 播錯國歌事件呢 真的是要很serious的 即是你不serious的話呢 人家繼續搞的啦 即是波斯尼亞的解釋 根本不可接受啦 是吧 楊立門港說 你扔個USB 那究竟港協的奧委會 他有沒有不止一個工具包 直接做一隻USB出來 直接折過去咯 但是對方當然就是 有心玩東西啦 波斯尼亞受美的控制不出奇啦 是吧 但是現在其實很明顯就是 人家是無止境地玩 不過究竟我們體育界裡面 有多不多漢奸 清完漢奸 外面繼續玩也沒辦法啦 因為那個結構 是仍然有香港隊的存在 沒有了香港隊就沒得玩 是不是 夠不夠膽 國家隊 中國國家隊出去比賽 去播完榮光歸香港 不會的嘛 有港隊存在 就一天就有人 有人會玩的啦 美國佬在控制著這個世界 不過呢 希望 港府會做進一步 令到我滿意的一些 舉措啦 譬如說 將 將香港兵球會 解散了去 既然管理混亂最好就解散 重組另一個 協會 收政府公帑去 去推廣兵球活動啦 如果不是的話 不能服眾的 OK 那說一下阿布泰啦 阿布泰這件事呢 其實首歌很精彩的 那我不想偷片去播 那我就用他的歌詞唱 那我覺得很精彩 很多謝 Tony Chan 我是用了你的東西的 他這首歌是這樣唱的 阿布泰 騙盡手足的奸信 境轉態 確實沒什麼信念 隨風擺 卻就一鋪清袋 眨眼蝕曬 Who wanna buy 誰原諒阿布泰 忘記了怎麼唱 以賺夠YC的錢 所以滑街 無義氣因許也是黃絲帶 要自保因此獨闊爽快 要隊友帶 嘩,先這麼多 我覺得挺精彩的 即是呢 這個網友 我看過他的歌 所以我訂閱他 叫Tony Chan 他基本上是專門罵黃絲的 或者專門教暴徒的 在一個呢 經歷過黑暴的人 即是我們呢 是那時候呢 很多憂鬱的情況 因為 全街暴動不敢出街啊 見到 撿路障的中年人 被那些暴徒打到臉上 很心痛 用一個的 省渠蓋 飛過去那個執路障的人 即是我覺得大家都是香港人 你為什麼這麼殘暴 對香港人呢 當然大家知道的 在黑暴期間 阿布泰呢 是有很多 我們不可接受的表態的 即是覺得他 基本上覺得阿布泰是人渣來的 真是 人渣到極盡 譬如說舉例 我不斷扔少少圖 即是他們在 入獄的時候大聲喊 香港人加油 那時候他還沒決定 要 認罪 他就 講他們黃絲的 暗號 香港人加油 是吧 跟著他 我記得當然他做很多類似的事情 譬如說在暴亂 在這個 我再一次說 就是在這個 初初沒有口罩的時候 2020年剛剛是 疫症爆發的時候 他是 講到 要所有 經阿布泰買口罩的人 要叫光復 鄉什麼 時代 什麼什麼 他的確是一個 極深黃 而且是 借黑暴賺錢的人 這些人的悔改 我覺得是不可接受的 你悔改 即是何志光 都是由黃絲轉過來 我承認 但是何志光究竟有沒有賺 黑暴錢 或者賺黃絲錢 賺 賺 美國佬的黑錢 我說我一元都沒有 我是一個傻子 只是別人說出錢給我參選 罵黃金 我就參選 是吧 我沒有賺過一元黑錢 但是你說阿布泰這些契弟 或者是林景南這些人 他是賺了很多黑錢 已經《國安法》告到要坐牢的時候 去轉財求減刑 那麼我多謝他去轉財 但是不代表我要去阿布泰買東西的 即是你李梓敬這樣做呢 這個秋水是 真是很混蛋 那是不是 隨便一個黃絲 在暴動的時候 到處打人啊 然後現在說 告到他要坐牢 就說哎呀 我愛國了 然後你就去支持這些暴徒呢 喂 是不是應該這麼大愛啊 哈 你們可以接納何志光 我覺得 我很多謝你接納何志光 但是何志光 做錯的事情 是不是大到 可以跟林景南比呢 因為何志光 可以說黑暴之前 2018年 就已經 已經醒覺 喂 他們 他們黑暴經常使用暴力 我去罵 但是我發覺 反對暴力在皇界生存不了 再發現 六四真相我就轉了 但是林景南 是 做了所有 犯法的事情 或者是犯 國安法的事情 他受不了 法律的制裁 而去轉態 他想嘗試 坐牢之餘 將來坐牢之餘 保住阿布泰 這份 這個企業 這個是一種 為了公利去出賣手足 或者是一個悲劣的動機 你李子敬去買阿布泰 代表什麼呢 就是 是不是這樣就既往不救呢 有個網友 有個專業叫上一代欠你什麼 他說如果有天 杜汶澤 都回方反照 浪子回頭 是不是都要買下他的雞毛鴨血呢 他以示之詞 他氣暗投名呢 我不知道什麼叫雞毛鴨血 這個網頁的admin就說 我真的沒有這麼大礙 李子敬這種人呢 其實就是他自己也是一隻黃絲 不過他要假裝建制 所以他就認同林景南咯 林景南可能是一個美國間諜 那李子敬現在是一個美國間諜 所以就很認同他 所以要買一罐東西去支持他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沒有時間講國際話 但是小小的 就是我在我的節目裡面 今天下午中美爭霸我提過 就是呢 瑞士呢 就出了毒招 就是把一些Cocobank 註銷了 原來Cocobank有特別的條款 是可以容許政府註銷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就是我今天的中美爭霸解 會不會是歐洲 用來威脅美國的一些自保手段呢 那你不要再金融咀擊我 瑞信啊 你再咀擊的話 我就再引爆多些這些金融炸彈 令到你美國的投資者受傷 那同一道理 瑞士認識的東西 德國佬會不會認識呢 我相信又會認識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知道呢 未來的發展 即美國佬現在就找些東西去搞它 德銀就跌了13% 因為德銀應該就已經是有些事發生了 所以可被咀擊 這個就是很清晰的 但是德銀會不會又好像瑞信一樣 又有些類似Cocobank的東西 可以反擊美國佬的呢 這些東西呢 會令到未來一段時間很動盪 即是你好像說瑞信那樣 好像政府 叫了UBS去買 即是瑞銀去買瑞信這個合併 好像那些東西搞定 但是 其實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會不會有很多東西 等於德銀 他最後會怎樣呢 他是會死啊 死就會死的了 死的過程裡面 政府會不會夠呢 會不會有些企業又跟他合併呢 會不會又有些古靈精怪的金融炸彈 他要引爆 要反擊美國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勸大家就是 在這段時間你是一個普通人 你不是有一個很深厚的金融知識的話 你是應該什麼差都沒有賣 你不要投機去沽做淡友 也不要做好友去買入 因為如果一個市 突然間說這些東西 他告訴你 德銀沒事了 等於瑞信說沒事了 不斷升升升升 升了一輪之後 他突然說有事 你走不及了 他太動盪了 在2023年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什麼都不買 我的勸告是這樣 但不是投資意見 根本都 你說什麼叫Cocobong 什麼叫AT1債券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是說給政府可以主銷 我覺得現在我們 我們和這些大戶 去做博弈的時候 那個資訊不平等太厲害了 隨時給別人不同路的人 譬如說某個國家的央行 某個大有錢人 美資也好 美資也好 歐資也好 甚至中資也好 我們散戶一定會做點心 所以我覺得今年 我是不會投資股票的 我自己作為普通人來說 先喝酒吧